有没有发现日本人做事很仔细 有些带人做事会怎样 很随性 很随性 而且会唱歌剧对不对 虽然我不会唱 好 所以我就开始来切 要先切鞭这样 对 先把鞭切掉 我要鞭 鞭最好吃了 我要鞭 等一下溜给你 我们民生店里面的客人 有人专门买这个 就跟我们说 你今天的佛卡茄有几个 几个鞭 我说今天有六摩 他说我的鞭通通留下给你 然后所以我们的鞭 吐司鞭 佛卡茄鞭 法国吐司鞭 全部都要留下给他 有一次忘记留下 就说你怎么可以没有留给我 我明天要吃耶 我说好好 赶快把鞭留下来 好像在杀白带鱼 好烦哦 好烦哦 我 为什么会吃白带鱼 就长长的一条啊 不然你觉得应该是 你遇到对手 你遇到对手 他还一直说鞭梁哥 这跟鞭梁哥不一样好吗 我们还用尺凉 这又不用用尺凉 我用目测啊 你目测 你的眼睛就是尺 对 Michael称重很准 那个香料味道飘过来了 我素学不好 可是我称重很准 那个 像我今天做的是意大利面包 那我们都知道bongju是法国人 其实我们店里面比较 今天有带一个海盐法国 也是我们店里面一个非常畅销的商品 我的最爱 那各位都知道法国面包 对不对 这个盘子 其实我们刚开始开店的时候 我们就是常常做法国面包 可是客人那时候都很喜欢 但是很少买 尤其我们买到法国面包 会最喜欢吃什么 皮 皮对不对 对 可是以前就喜欢吃肉 我以前不爱吃皮 对 皮才是好吃的 不爱吃皮 特别是两口尖尖的 以前不爱吃 对 然后法国人会说 不管大的还是长的 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永远只有两个头 所以大家都要去抢一个头吃 对 可是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吃软 拿着 有点 都